公主春花缓缓走进自己的婚房 听到男女调笑的声音 她凑近一看 竟是夫君与一红衣女子在缠绵 她们丝毫没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忙得热火朝天 春花愤怒地大喊一声 却从睡梦中惊醒 她大骂声音贼 听到动静的丫鬟小红 急忙过来询问原有 春花没有理会 只是问现在的时辰 得知是银时 脸上露出懊恼的表情 原来这只是春花的梦境 从她出生以来 每晚只要睡觉 就会做梦预知未来 而且都会一一应验 所以春花总是想尽办法不睡觉 她将头发挂在梁上 闻着臭鸡蛋的味道 直到嫁给将军秦峰后 有了她的陪伴 便不再做梦 谁知几天前两人吵了一架 春花有所松懈就睡了过去 在撩梦到刚才的画面 春花想着两人虽然是奉旨成婚 但好歹也是自己名义上的驸马 自然不能被她连累影响的轻语 当听说秦峰去花楼查案 春花立刻领着小胡 坐上马车跟到那里 她担心梦中的红衣女在这出现 随即下了车 无意间瞧见花楼外的布告牌 上面在招小私 春花灵光一闪 顺利的女搬男装 成了花楼的小私 为不被识破身份 故意装作大爆牙 在劳保的安排下 端着酒水去伺候客人 刚到那里 就看见秦峰尽了哑尖 春花联盟跟上 透过勃勃创杀 果然见到了红衣女 正要再次确认时 竟被房间内的秦峰发现 春花急忙逃跑 却让拽进屋里 秦峰马上就认出是自家娘子 见得这身装扮 着实无奈 眼瞅着好事被打断 红衣女大喊 要手下鞭打她 春花急忙向秦峰求救 还好她承认两人认识 才使春花躲过一顿毒打 她被秦峰叫到旁边 训致不该来烟花之地 自己是来查案的 春花想起刚才秦峰 左拥右抱的画面 促意十足地反驳 她能来 自己便也可以 秦峰气愤地回到座位 正满屋的美人离开 红衣女故意留下 热情地给她倒酒 春花连忙挨着秦峰 回忆起梦境中 她就是喝了加料的酒 才试了分寸 于是接过红衣女的酒 倒在地上 秦峰担心春花耽误正事 生气地让她走 谁知却被她一把推倒 自己坐上主位 春花随即拿出金条 见不能打动红衣女 就拿出鹅蛋大的叶明珠 放出豪言 她包场了 不允许红衣女去陪秦峰 秦峰只能找其他突破口 无奈地带着侍卫出了房间 留下的春花过了好久 也没见秦峰回来 她现在美人堆里 片刻就被习兄发现女儿身 赶紧慌忙跑出去 不料刚下楼 撞到了皇帝李牧 春花直接拉着她 进了一个无人的房间 李牧询问春花来这的目的 听到她如实地回答 是因为做了一圆梦 怕夫君被毁清白 李牧气愤地反驳 为秦峰不值 她只剩下两次 预知未来的机会 改变了即将发生的事 她便会成为活死人 春花解释 秦峰曾经在军营 帮过他们姐弟 现在算是报恩 借着撒娇地向李牧保证 以后不会多管闲事 这是门外传来小布声 春花怕李牧 擅离军营被发现 让她赶快藏在柜子里 然后走到门口 迎面就见 推门进来的秦峰 故意地将她挡在外面 秦峰立刻发现春花的异样 急切地进房间 掀开床上的被子 看到只有卷成团的枕头 春花胸有成竹地说 屋里没有任何人 见秦峰仍不死心 步步紧逼 她刻意地站在柜子前 却被秦峰推开 眼看着事情要败露 春花一个拦腰 直接将秦峰 壁咚在柱子旁 气氛顿时暧昧起来 她解释自己打探了许多线索 想要转移秦峰的注意力 但没任何效果 春花立刻侵入秦峰 使得她的大脑一片空白 片刻后紧紧地抱住她 心里想着为弟弟逃跑 争取时间 谁知这让秦峰更加生气 想要知道春花保护的人是谁 她拉开柜子门 里面没有任何人的踪影 只留下一块玉佩 秦峰瞅见春花腰间 有个一样的玉佩 气愤地扛起她 不顾众人的眼光 直接将她推进马车 春花见秦峰全程黑着脸 内心有些害怕 说出了实话 自己是来救她的 红英女在酒水加了料 秦峰却不相信 周身充满粗味 注意力都在她藏的 那个男人身上 春花知道秦峰误会自己 但她也不想弟弟受到伤害 只好捂着耳朵 秦峰生气地拿出玉佩 逼迫春花说出男人的身份 见她仍不读口 就将玉佩扔了出去 春花见状急忙跳下车 脚步小心被崴到 她一拐一拐地 大声询问街上的人 是否见到玉佩 这时听到卖馄饨的男子 嚷嚷谁向锅里扔东西 春花连忙上前 不顾一切的伸手要抓 被秦峰及时拦下 看着她递过来的玉佩 才知道她只是吓吓自己 春花换上了笑脸 见秦峰只是外表冰冷 心肠还是挺软的 便要说出弟弟的身份 怎料秦峰不愿再听 生气地要离开 春花撒娇地抱着秦峰的腿 阻止她前行 然而力气却敌不过她 被甩在地上 秦峰见春花耍赖坐在那 尴尬地望向四周 责怪她不知羞 春花让秦峰远离自己 她长相俊俏 有的是人送 接着就给街上的女人 抛去媚眼 秦峰刚要发飙 见春花受伤着脚 心立马软了 伸出尖叫让她抓住 更是将步伐放慢 温柔地拉着她走 春花解释房间的男子 是弟弟李牧 秦峰瞬间释怀 脸上的表情柔和起来 回到家中 春花沐浴 和小红炫耀地说 已经守住了秦峰的清白 小红调侃春花 对秦峰的爱意如此深 接着询问她 是否肯定破解了梦境 春花解释 红衣女的发迹 与酒水都很相似 基本可以确定 小红知道春花 只剩两次机会 就会变成活死人 她担忧地跑了出去 此日小红碰到了李牧 从她的口中得知 红衣女并不是春花梦中的女子 所以梦境发生的事 春花并没有阻止 小红听后 由悲转喜 心中暗想 一定要让梦里的事 顺利地发生 这样就能救春花 她孤身跑到花楼 找老宝寻得了开心药粉 随后回到将军府 就看到爱慕秦峰的丽儿 一身妖娆的红衣 发迹和春花叙述的一模一样 她马上意识到 春花的梦境就要发生 小红悄悄跑到厨房做准备 她在将军饭菜加了料 同时在丽儿的茶水中 也放了点料 保证所有事 都能按照梦境发生 小红端着茶水 去招待丽儿 毕竟作贼心虚 不小心将茶水 撒在盘中 惹得丽儿烦心 立刻命地下去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样顺利 中午李牧来府 找春花用膳 姐弟俩许久没见 热乱地聊着 说到开心处 喝起酒助性 在李牧离开后 春花浑身燥热 脸色飞红 口干舌燥 不自觉地解开腰带 顿时昏倒在地 过了一会儿 秦峰回到房间 立刻发现了醉酒的春花 急忙将她扶起 担忧着呼唤着 见着睁开迷离的眼睛 便知发生了何事 想要给她找水喝 却为意识模糊的春花 紧紧地抱住 此刻的春花 只能顺着身体的本能 才能让自己舒服点 秦峰眼见 事情再发展便会失控 温柔地抱起春花向外走 接着把她扔到了水池中 自己也跟着跳进去 秦峰紧张地问春花 是否好点 她没有回答 而是搂着秦峰的脖子 直接亲上去 片刻秦峰奋力挣脱开 但仍被她再次稳住 无奈之下 秦峰只好用绳子绑着春花 等着醒来 迷惑现在的状况 旁边的小红提醒春花 她中了开心药粉 数次地扑向秦峰 春花听后尴尬不已 不知该怎样面对 在得知秦峰的母亲 不喜欢自己 所以长期住在寺庙 便找到秦峰告诉她 要亲自去接她的母亲回府 秦峰被春花的善解人意感动 就同意了 第二天 春花坐着马车出发 途经一片树林时 感觉有些不适 让车夫停下 她正要找隐蔽的地方 却被贼人迷晕 等到小红去找时 已不见了春花的踪影 得到消息的秦峰 火急火燎地赶到 细细地询问下人 想要查找线索 这是被旁边的侍卫大壮拉过去 告诉秦峰 一直都派人跟着春花 让她不要担心 秦峰急忙询问 春花现在在何处 得到答案后 她骑着马 焦急地赶去 听到手下说就在前方 便慌忙地追 不料却被一群黑衣人围堵 秦峰无心恋战 听到远处春花求救的声音 她更加慌了 她顺着声音跑过去 见春花被吊在悬崖边 秦峰立刻拔出线 让贼人说出抓春花的缘由 别会放了她 谁知贼人的帮手出现 但是他们也不是秦峰的对手 三两下就只剩下贼人自己 她拉扯着绳子 威胁秦峰不要靠近 见她步步紧逼 贼人心中有些胆怯 秦峰趁机抢下绳子 拿着剑逼向幕后黑手 她却嫡子不回答 还扔出了飞刀射向绳子 春花瞬间掉下去 秦峰跟着跳 还在最后一刻把她护在怀中 落地后 春花身体并无大碍 着急地呼唤着秦峰 见得缓缓睁开眼 才放下心 看着她为自己不顾生死 春花忍不住说出心意 承认已经爱上了她 花音刚落 一条毒蛇袭来 秦峰急忙挡下 自己却被咬到手 看春花拉起便吸毒素 内心十分感动 同时又担心她 但是身体不受控制 昏了过去 春花满眼泪水 把秦峰拖到山洞 紧张地帮她研磨药草 轻轻地擦上 听到她口中难难倒冷 就把披风给秦峰盖上 然后用力地抱住 上下搓着她的身体 突然远处传来狼嚎声 春花虽然害怕 却还温柔地用歌声安抚秦峰 到了后半夜 秦峰发起高烧 噩梦不断 竟出现幻觉 她吓得惊醒起来 紧紧地抱住春花 然而她再次看到幻象 直接拉住春花 用力地亲吻她 仿佛要揉进自己的身体 接着让春花喊哥哥 耳边传来她温柔声音 心里才稍稍平静 更是在春花保证 自己是她的之后 又一次陷入昏迷 春花趴在秦峰的胸膛 感受着她的心意 慢慢地睡了过去 直到天亮 他们两人被侍卫找到 坐上马车回府 秦峰看着眼前的春花 愈发地喜欢 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抓住伤害她的人 秦峰经过多日的追查 终于知道幕后的黑手 是当朝国师 她藏意在芒山附近 与大壮商量着 抓捕计划 春花突然闯了进来 紧紧地抱着秦峰 大壮拾去地把门关上 秦峰温柔地安慰 让她先回家 自己抓了国师就找她 见春花默默无语低着头 秦峰发现她竟没穿鞋 白袜上都是血迹 秦峰眼里满是心疼 轻轻将春花抱到床边 为她涂药换上新的袜子 然后挨着坐在春花旁边 询问她着急过来的缘由 春花却不正面回答 眼眶越来越红 秦峰感受到春花的异样 但不忍心逼迫 便让她躺下休息 接着挨着她 拿出两人的定情物 说着甜言蜜语 要送给她 春花接过定情物 塞进秦峰的怀里 轻轻按着她的胸膛 邀着平安归来 秦峰温柔地吻着春花的额头 半夜抚摸到她脸上的泪水 心中就更加困惑 此日一早 李牧赶了过来 生气地告诉秦峰 黄姐已经使了最后一次 预知未来的能力 感受到她有危险 所以才跑出来 秦峰淡定地解释 她一定会让梦境实现 这样不改变未来 春花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话音刚落 春花慌着跑出来阻止 大声喝止她不要去 却被秦峰扛回房间 用绳子绑到床上 秦峰霸气地命令春花 两人之间只有一个人能活 自己希望是她 春花满脸泪水 决绝地威胁秦峰 不带自己去 她回来就替自己收尸 秦峰深情地望着春花 无奈地让她跟着 一行人在隐蔽的地方 找到了入口 在密室 春花护在秦峰前面 坚定地称要保护她 谁知被秦峰拉住手 温柔地安抚 然后他们仔细地查找 看到远处冰床上躺着人 秦峰缓缓走过去 就在这时 周围无数飞舰射来 她急忙把春花固在身后 片刻空中飘下黑衣人 大家与他们缠斗在一起 秦峰瞥见国师出现 明显冲着春花去 她连忙上前反击 在秦峰切断国师袖子的同时 也被她的飞镖射中 春花眼泪婆错地道歉 本是来救她的 却因为自己受伤 国师终于说出自己的目的 原来春花可以做 预知未来的梦 是因她体内的灵食 国师要拿她来 复活心爱的女人 这时李牧 也带着侍卫赶了过来 眼见没有胜算 国师命人放出烟雾弹 借机抓住了春花 还放出豪炎 已经在单炉中装满毒气 就在国师以为 胜券在握时 秦峰站在冰窗前 拿着剑威胁国师 放了春花 不然杀了床上的女子 国师立刻被抓住软肋 慌忙扔出春花 秦峰及时搂住她 从怀里拿出两人的定情物 是她挡住了飞镖 才救了自己一命 春花紧紧地抱住秦峰 玄智的心总算落下 与此同时 大壮一剑 刺死了冰床上的女子 国师疯狂地抱住她 绝望地让众人陪葬 她射出弹珠 放出丹炉的毒气 秦峰拼尽全力 将春花推出去 生死历劫地让她走 春花眼见着心爱的人 倒在面前 悲痛地昏了过去 她出现在梦境中 看着已逝的父亲 请求她告诉自己 改变过去的方法 父亲解释 一旦使用 她便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春花紧拉父亲的袖子 为了救心爱的人 她绝不后悔 听到父亲说的口诀 春花默默念叨 瞬间回到了 国师放毒气那一刻 她及时地提醒秦峰 让她识破了 国师的诡计 顺利地救了大家后 春花便昏过去 经过太医的诊治 她的身体并无大碍 秦峰紧紧地抱着春花 听到她让自己离开 秦峰直接拒绝 称要永远陪她 片刻后 春花眼睛突然闪现黄光 见自己的手臂出现黑纹 急忙推开秦峰 听到动静的李牧赶来 秦峰担心春花会被伤到 着急地让她封住所有的门 房间里的春花趴在地上 耳朵变得毛茸茸 牙齿也十分锋利 灵敏地扑向秦峰 连带着把她压在床上 接着咬向秦峰的脖子 见她也不躲 春花怕会伤到秦峰 慌忙坐起来 着急地让她快走 自己已经变成老虎 秦峰满脸笑容 看着春花可爱的模样 忍不住地想要逗弄 随着春花的一声喷嚏 她再次被扑倒 春花疯狂地啃咬 仰得秦峰笑出声 她直接反客为主 将春花压在身下 温柔地亲吻她的额头 看着她甜美的模样 无法压抑感情 再次心上 开启了美好的一夜 天亮后 春花躺在秦峰的腿上 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 温存片刻后 秦峰轻轻地将春花扶起 让她看着外面的美好景色 听春花说在宫里 孤寂着生活 秦峰许诺 以后的每一天 自己都会陪伴在她身边 两人就这样互相依偎着 直到生命的尽头 好了 故事到此结束 观众八两 下集更精彩